非常剧烈的颠簸 因为这个坑下面直接是直通水渠的 底盘下面先不说 就光钱包这边 这里自己开的收水了 就要在1500左右 而且这里还变形了 金女士说 她10月29号晚上6点左右经过这里时 现场光线昏暗 在赶到车辆震动后 才发现地面上有个坑 左前轮的话呢 就是通过了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坑 就是放了这么一个在这个里面 如果说没有这个警示装的话 我的车子直接轮子就陷进去了 现场查看 这个坑黑乎乎的似乎挺深 目前洞口周围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 坑旁边有一处工地 施工告示牌已经倒下 翻开可以看到 这是杭绍永高速杭州至绍兴段工程 施工单位为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女士表示 先前去过协议村 村里的工作人员说 这块区域已经移交出去了 现场她联系了项目组 负责处理此事的工作人员 红树线上面 如果说地面有坑的话 那我去填呢 知道吧 红树线下面的路 没有移交给我的 我是不去管养 征迁部门它是有联系方式的 你可以让村委帮你问一下 这条路有没有移交给我们 我接到的消息是 除了红树线上 就是红树线两侧 这个南北两侧通车这条路 以外其他的路段 我们是没有 就是交接过来的 这个坑所在的区域到底谁来管 金女士和记者咨询了现场工作人员 里面里面是我们 这外面不是我们 这一块这个这个围起来是谁 哪里 这外面不是我们厂地 我也不知道谁围起来 她也要问一下 然后过来 是有你们这里其他的负责人过来吗 我们科长都过来 科长会信 说 工作人员所说的里面 指的是坑旁边一处围起来的区域 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 现场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科长来不了了 他早春里 现在没空过来 我主要不是主管这边 我是管那边 科长又不来了 那科长 因为你说 我也不确定 我也不想清楚 这是我们区域 我只知道这里面是我们区域 有图纸能证明 这块区域不是咱们的 图纸能有 这边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 金女士想通过工程的图纸 来确认这个区域的所属方 但现场工作人员 没有再回答 金女士打算再到协议村去问问情况 小山区静江街道 协议村的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查看过这个坑 现场又跟项目组对接此事的方先生 进行了电话沟通 金女士决定去找方先生 来到项目组办公地得知方先生已经去了事发现场 那个在北侧 北侧我刚才看了那个照片 就是北侧那个 北侧那个 边上有个洞上面有路水围 这几个地方 就四个路可以没下来的地方 你看过属于这个是属于你们施工范围 不是 它是属于村里挖远管 那你就跟我一起去村里 几方约好时间 后来终于在村里碰面了 山目组里有两个负责人在那边 没等记得问完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当天下午 萧山区靖江街道发来回复 智慧高速九组地段位于靖江街道协议村 施工导致路面出现大坑 导致一起事故 这块区域属于协议村的拆迁区域 已经完成土地移交 街道已与施工方联系 反映相关情况 要求施工单位做好相关安全防护和警示工作 避免此类事情再发生 目前 施工单位已经和当事人协商好赔偿事宜 事故点位也已经修复到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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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